小米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后,雷军和其他小米高管大幅增加,发现截至7月12日晚,雷军以177亿美元的价格排名第三,与三星集团的负责人李建席一起排名第16位,小米集团终于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后开盘走低。 虽然他在第一天就已经破产,但第二天股价攀升才打破了发行价,截至7月12日收盘,小米集团收到每户19.26港元,上涨1.37%,总是只为4,309.64亿港元。 这一轮上市也直接导致雷军和其他小米控股高管崛起,小米掀起了富裕运动,根据招股说明书的披露,雷军的持股比例为31.41%,雷军的净资差超过170亿美元。 小米的高级管理团队,小米联合创始人,总裁林宾詹,以最高的13.33%,目前价值约73亿美元的小米联合创始人,品牌战略管理二强,持有3.24%的股份,目前拥有净值价值约17.7亿美元。 据了解,小米目前有7000名员工持有股票获期权。 事实上,不仅是小米团队,小米的早期投资者,也从小米的上市中,获得了不少利润。 在上市前夕发布的一封公开信中,林郡透露,小米的早期风险投资,首次投资500万美元,上市后已达到866次。 小米的早期投资者GGV几元资本管理合伙人同事豪,此前也曾告诉过证券日报记者,小米早期VC,晨兴资本,起名创投,顺元资本是最大的赢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